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否我就一无所求 向前进只要独立 不问成败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就是我 我要想我 别人休想影响我 挑战未来 掌握方向 我要追寻真实的我 挑战未来 掌握命运 我要成为真正的我 来自我 掌握人 是什么 这个呀 在我家全有中国 那我告诉你 是呀 大家都停下休息 飞 公子 你的腿长怎么样了 只是真恐那么小的伤 把毒挤了就没事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前面不远 应该就有个马士 你骑上我的马 去个自己挑一匹马吧 我们在这等你 是 驾 请公主下车休息一下 是 龙公子 什么事 佩大人 能否进一步说话 有什么事要避开他们说呢 等到了南平 在下就不随隐去了 啊 一旦到了南平 铁大人就可以随意调动军队 来保护公主 再高的武功 也抵不过军队 可保公主安全无语 可是 龙公子不是说好一起到南平 怎么突然间不去了呢 在下也不想瞒铁大人 以铁大人阅历之身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在下和公主之间 继续下去 对谁都不好 这孩子 不错 他既然身为南平公主 就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人 公子毕竟明智多了 所以 我非走不可 可是 可是 老朽还有个不情之情 望公子应允 铁大人起说 此时与公子虽无关系 却是老朽 迎人多日的心事 此时此刻 非与公子说不可了 难平老王 已经先逝了 何时的事 铁大人又是怎么知道的 是尹全通告知的 他说是大将军杨思路 叛国弑军 图谋大卫 可是 以他的卫士 企图刺杀公主来看 尹全通 极可能也是个同盟 是有这个可能 公主回国 按南平律例 也计理理应继承王位 可是杨思路 必定不会放过公主 老臣是想 一旦公主回到南平 立刻会 以储君的身份召集群臣 这也是应该的 可是杨思路 不但掌握兵权 能争惯战 他的一身武功 也罕见敌手 倘若他对公主不利 恐怕公主难逃毒手 所以 所以铁大人就想到了我 请非得已 望龙公子能鼎力相助 老朽 老朽叩谢功夫 铁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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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愿听再下一言 老朽席二宫听 此时关系 难凭王位之争 在下是蜀国人 实在不便插手 以免造成两国纷争 祸及蜀国百姓 可是既然铁大人提出来了 在下又不能置之不理 好吧 在下就答应铁大人 一定会护送公主 直到和南平军队会合 届时 在下必须离开 这 如果铁大人不答应 在下马上就走 好 老朽 只好任凭公子了 我 南楚 发兵攻打蜀国 是的 我边防守将探得消息 立刻回报京中 不会有我 为什么 我大哥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呢 南楚 因为凤仪公主在蜀国失踪 所以发兵 可若您失踪 并不一定是蜀国所为 又为何轻易出兵 弄得生灵涂炭 我不是在心中 都已经告诉他了吗 王后 这可是一件好事 好事 冰灾蔓延 怎么会是一件好事呢 南楚出兵 是必会让蜀国尽全力寻找公主 如果公主仍然健在 自会被找到 那比我们派人去找 要好得多 那王爷 凤仪她不在了呢 王后 那必是蜀国所为 此路立刻发兵 与南楚联合 向蜀国宣战的 冰年过节 飞苍生征服 但凤仪仍在人间 也可免去一场浩劫 公子 听话下雨了 好 你到前面去看看 有什么地方能避雨的 是 驾 雨 大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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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施主 何事叫门呢 大师 我们是行旅商人 天快下雨了 我们想见你这避避雨 这 大师可有难处 好 不白小施主 避寺的僧人全都到成都 参加弘法大会去了 只剩老大一人在此看守 实在是无法接待浸香客人 所以才把庙门关起来了 施主门若是入寺 恐怕老闹无法照应了 没关系 我们只是来避避雨 雨一停我们马上就走 绝不敢打扰大师 既然这样吧 小施主就请便吧 不过你们只能待在门口 和回廊上 谢谢大师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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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 驾 公子 怎么样 菲儿 借头了没有 庙里的和尚已经答应了 天快下雨了 我们快去吧 好 驾 走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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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公子好像有心事啊 这下雨天 终究比不上大晴天来得好 啊 哦 下雨总是把人心里吓得挺闷的 哦 和他们相处久了 我都习惯了 一旦要分开 我心里还觉得挺病 公子是说 登到了南平国境 我 也就是我们该离开的事了 公子 我知道你是我们的秋双 而秋双 也绝对不肯地弃他的公主于不过 所以 如果你愿意等我 你可以留下 我 我 好了好了 就这么说定 你根本就不必在乎我的感受 好好地陪着秋双吧 而且 要珍惜这段难得的缘分 要珍惜这段难得的缘分 糟糕 看起来 等这雨停了 天已经黑了 公主 嗯 今晚我们要在庙里博弈 那也什么关系 这一路上 我们什么地方没住过啊 来来来 大文大师如何称呼 老大上一下公 哦 是 一通大师 那大师慈悲 让我们在这里避雨呢 老师主不怪老那带难就 哦 对了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不知大师能否行得方便 老师主请讲 那一停了天色也晚了 不便行路 我们想在庙里打扰一宿 四中简陋 恐怕施主人不习惯呀 出门在外 只要有个欺身之处 已经是我佛慈悲了 可是 可是 可是你们之中 大多是女师主 实在不太方便啊 嗯 大师 慈悲为怀 稍候我们多上香油钱 大师物比同容啊 可不得了 祖家人四大皆空 钱财乃身外之人 老师主 不不不不不不 那只是我家小姐要表达 李佛李僧的一点心意啊 那好吧 那你们就在禅房住一宿吧 那 不过一切由师主们自语 老那实在无礼招 多謝大師 如果大師不見怪的話 那我娘就自己多少了 道施主儘管請天 多米佛 多米佛 原來和尚們是這樣排成一排睡覺的 寺廟裡的清修生活很規律也很嚴格 僧侶們的生活起居都是集體行動的 聽說他們每天早上飲食就要起床做早課了 那麼早 要是我一定起不了床 有沒有讓你當和尚 你擔心什麼 臣風 最討厭了 公主 公主 這兒睡得很習慣嗎 當然可以啊 這一路上我們什麼苦沒吃過 能有個遮風避雨的地方就很不錯了 按照寺廟裡的規矩啊 是不可以讓女客在禪房裡居住的 鐵大人啊一定是花了不少精神和老和尚打交道呢 幸虧啊我們只借宿一夜 要不然就給廟裡添太多麻煩了 嗯 對了 待會兒把和尚的被子給移一移 別沾上我們的脂粉器 否則太不近了 嗯 是 春風 公主 你的傷還沒好 自己要多注意啊 是 公主啊 您餓不餓 我去廚房準備給夜宵吧 不用啦 晚上我吃得很飽 待會兒也應該不會餓 不過龍公子那邊可能需要 你就多準備一點給他們吃吧 是 只是廚房裡的材料有限 那我就準備一點素麵吧 好啊 秋霜 嗯 能不能給我也做一碗 你做的菜好吃極了 好像比以前做的還要好吃 那是因為啊 你難得吃素摘 偶爾吃摘也挺不錯的 記得有時母后叫我陪她吃飯 我就覺得比那些大魚大肉要強得多 王后吃得吃長摘 恐怕一般人還不能每天都吃素吧 嗯 也對 要我偶爾吃可以 要我天天吃啊 我才不幹哪 那簡直就像住在廟裡一樣了嘛 不知道龍姑姑他們睡了沒有 不過我可以肯定 鐵大人是肯定睡著了 是啊 一般的老人家睡得都特別少 而鐵大人例外 他到哪兒都能睡得著 而且啊睡得特別像 哦 對 秋霜 當他送夜宵的時候啊 平信鐵大人別著涼了 別看他年紀一大把 還不見得懂得照顧自己呢 是 那公主我先去廚房了 夜裡黑 戴著燈啊 是 也要睡覺的 是 你怎麼看她 我想看她 你怎麼看她 好 我再走 我很想看她 你呀 你肚子饿不饿 我就厨房煮面条 好好啊 吃你做的饭 简直是太幸福了 我是给龙公子和铁大人做的 你是沾了锅 不过 如果你以后肯听我的话 我就常做给你吃 就吃一辈子 你做梦 对对对 没梦 美梦 好了 我不跟你扯了 我去厨房了 等等 铁大人已经睡了 我家公子从不吃夜宵 你就不用做他们的了 那 那我就不做了 不行 还有我呢 我肚子饿极了 那我怎么办呀 你要是不做 我是逗你的 下爷爷要吃呢 打你这张嘴 总是说错话 好 大师是你啊 吓我一跳 阿弥陀佛 女施主上哪去呀 我上厨房做夜宵 大师要不要吃一点 老大晚课之后不进食 女施主知道厨房在哪吗 知道啊 晚饭就是我做的 大师不是带我去过吗 瞧老大这记性 才多久就忘怀 大师一心向佛 自然对这些俗事不放在心上了 是啊 女施主请 不敢 大师先请 佛弥陀佛 差点被你这丫头看出破绽来 是大师啊 小施主怎么没在禅房呢 都是女眷 我家公子不太放心 所以要我在这守着 小施主多虑了 本似只有老那一人 不会有事的 没事我也在这儿待着 虽然东西厢房距离不远 一点动静就听得见看得见 可是我家公子已经吩咐了 我也不敢阳奉阴违啊 那就委屈了小施主了 大师 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老那可算是寺中主人 想去问问施主们有什么需要 也好让老那略尽地主之谊啊 大师不是说一切自理吗 老那还是觉得过意不去呀 不敢有老大师 我们呀自己会安排 大师还是休息吧 既然如此老那就不打扰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老和尚挺热心的嘛 也不像铁大人说的那个样子 这小子还好对付 就怕京东那个姓龙的 算了 先想个法子把他们留下来 然后再找机会 去红氏 在哪还来 我逛开 我假军了 我逛集上就走了 我逛一回 还没睡啊 白天睡多了 反而晚上翻来覆去的 铁大人是心系国士吧 公主年纪轻 也没有吃过什么苦 这两天的日子里 一连串的打击 也着实令她太为难了 这就是身为公主 而不足外人道的苦衷啊 老朽实在对公子的身份 有所好奇 铁大人不必多费唇舌了 知道 老朽知道公子不会说的 可是这心里头禁不住 还在嘀咕 平水相逢既是缘哪 过几天之后 你我分道扬镳 若是还记得这段缘分 也就足够了 是是是 对了 龙公子 老朽可否 老朽贸密请教一件事 铁大人有话请讲 难道龙公子对公主真能忘情 铁大人不该问这句话呀 老朽为何不该问 铁大人明知不合适 还要老调重谈 虽说是护主心切 可也不该献公主于不义吧 龙公子 我明白 铁大人身负复国大任 唯恐公主有所闪失 可是若想 借在下对公主有情 而达到保护公主的目的 你不但是侮辱了在下 也会令公主蒙羞的 龙公子 老朽惭愧莫名 铁大人也不必太过自责 公主立志天生 谁不动心 只不过在下 绝不过因此而企图以恩惠 来换取公主的欢心 在下不愿设辱公主复国一事 自有在下的苦衷 不过我也答应过铁大人 要把公主护送到南平 等到南平兵马齐备 公主安全无虑的时候 在下再离开 也无实质的影响 还请铁大人不要再提起此事 以免徒增烦恼 龙公子教训的是 铁文成老迈昏庸 望公子切勿见过人 铁大人忠心谋国 何怪之有啊 只是在下另外有一个想法 不知铁大人是否愿意听听 老朽 习耳恭听 倘若贵国如铁大人所言 遭杨思路窃国的话 公主此时回南平 铁大人觉得合适吗 龙公子是什么意思 那南楚王本是公主的名字 公主何不赴南楚 借庸赴国 龙公子一语惊醒梦中人呢 多久竟然把这一点给忘记了 龙公子说来 我们应该到南楚才对 明日我去禀明公主 不急不急 等到了南楚禁恋 再说不迟 对对对 这是太好吃了 你啊就是贪吃 多许 我来手前半夜 不 你受伤了 今天晚上我一个人来手业 我不碍事 可是 你不能太用力 否则伤口会恶化的 而且你需要休息 不 你一个人太累了 你不要担心我 哎 好了好了 你们别争了 门外有人守着呢 谁啊 龙飞 哼 一定是你叫他来的 是龙公子叫他来的 嗯 哎 这位龙公子啊 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 人长得俊又体贴 武功又好 嗯 尤其他对公主特别的好 夏宇 夏宇 你们怎么又来了 难道我又说错话了 你们别怪夏宇了 他对我好 我都知道 我因为是公主的身份 而不能接受她的 她的好意 我也明白 既然外面有人守着 你们都别去了 大家早点休息 明天一早 立刻启程 是 是 龙兄 早啊 公主早 公主打算何时启程啊 嗯 我离宫多时 往常呢 也会跟母后到佛堂去祈福 公主 这里既然是寺庙 我想顺道去上炷香 公主 老和尚不在佛堂里啊 哦 你们又到处找找 找啦 没看到 他会不会出去了 也许会 通常他们在庙外 会有自己种菜的地方 也许他们一大早 上菜园子里去了 这样子啊 那 我们就等一会儿了 嗯 公主 你不如先回房等她 不用啦 我在这里走走 起死我了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啊 嗯 飞儿 什么事有这么生气啊 马车坏了 啊 嗯 怎么回事 我们刚把马套上车 谁知道其中一辆 突然垮了下来 连轮轴都断了 对 农妃 你不是修过了吗 我 是不是被你修坏的 夏宇别瞎说 我就是嘛 怎么可以随便冤枉我呢 哎 好了好了好了 幸亏是套车的时候发现了 不然走到半路突然间轮轴断了的话 哎 非得有人受伤不可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那 只好等车修好了再走了 可是这附近 除了这个庙之外 看不见其他的人家 那上哪去修啊 嗯 不然 哦 公主 你先行 另外一辆车嘛 等修好之后再到约定的地方一起毁灭 不 要走一起走 要留一起留 可是 那你要谁留下来 万一我们双方失去了联络怎么办 哎 万一有人攻击我们怎么办 那对对 你们几个屋一个都不能少 那是那是 是是是是 那好 就等一等吧 嗯 飞儿 公子 你起码到最近的村镇找到能够修车的人 把他们带到这儿来 哦 就提我的马去吧 越快越好 是 驾 老师傅 你上哪去了吗 我们家小姐有事要我找你 我都快把你这白云丝给翻过来了 没想到你却在外面呢 哎 大师啊 你怎么挑了这么多菜回来呀 过两天寺中的师兄弟们都回来了 我先得把菜给他们准备好 否则他们会怪老大在寺里偷懒 大师 要不要我们帮忙 不用不用 老大挑习惯了 寺中的僧人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动手 劳动也是修行的一门功课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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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施主找老娜有事吗 嗯 我想为家父家母祈福送经 可请大师帮忙 老大理当孝老 只是老大还得换件衣服 会不会耽误女施主的时间呢 嗯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的马车坏了 正在修 一时半会儿走不了的 嗯 请大师安心准备吧 好 我先把菜挑到厨房 立刻准备 好好好 老朽跟大师一起去 老朽有事 想请大师帮忙啊 好好好 老施主就一起走吧 好好好 来 给 来 也真是多亏这铁大人了 要不然一般的寺庙 很少有这么好说话的 龙兄啊 嗯 我在想 我们所遇见的阻碍 都是因为本身条件不够才会造成的 此话怎讲 比如说 如果我会武功的话 你们就不用这么费力保护我 如果我会骑马的话 我们早就可以策马回南平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 才会造成今日的麻烦 要说这武功嘛 确实不是一蹴可成的 可是这骑马只要你愿意学 花不了几天 你还是可以学会的 真的吗 嗯 那我现在就可以学了 嗯 嗯 春风东雪 公主 公主 你们俩谁教我 嗯 公主 春风受了伤 恐怕不太适合骑马 否则伤口又会加重的 我虽然会骑马 可是不会骄 恐怕耽误了公主 那怎么办 夏宇和秋双他们两个又不会骑 老师主是说你们还要在这里住一晚 是的 我们的马车坏了 虽然我们差人前去请工匠 可是这一去一回 再加上修车的时间 我们走天就黑了 所以非打扰大师不可了 这个嘛 嗯 大师是出家人慈悲为怀 老朽感激不尽 啊 不是老那不肯 只是因为过两天僧人们都回来了 如果看到女客留宿 住持怪罪下来 老那可担担不起呀 我们只再住一晚就走 还请大师行个方便 好吧 女施主要在本寺上乡 既是乡客 留宿寺庙也是说得通的 你们要住就住吧 多谢大师 龙兄 练习骑马总不能在庙里吧 再说你又不会骑马 让你走远路又不合适 先体会一下再马上的感觉 学起来也能快些 综上所述 我决定和你同骑这匹马 公主一向很洒脱 怎么今天也变得不干脆起来了 我决定和你离开了 你别摔下去了 报警啊 别摔下去了 哦 这 这 这样学骑马好浪漫呢 秋双 你也可以叫龙飞教你骑马 小鬼 你年纪最小可想的最多了 可惜他只想到过浪漫 没有想到过摔跤 摔跤 啊 什么摔跤 什么摔跤 从马上摔下来呀 没有摔过马的人 可是很难把马骑好的 东雪 真的叫的 嗯 真的 怎么样 你现在还想不想浪漫一下 这你会欺负人 那 那公主 岂不会摔得很惨 那就要看龙公子怎么教他了 龙兄 你不是要教我骑马的吗 怎么样我牵着马不停的走啊 你想学会骑马 就要先学会牵马 为什么 主要是为了了解马的习性 马和人一样 如果他跟你不熟悉的话 除非你的棋术精湛 要不然 一旦让他知道你是个生手 他就会想尽办法地欺负你 要么 就是想办法把你从马上跌下来 要么 就带着你往树上蹭 总之一句话 他就是不听你 嗯 可是马怎么知道我是不是生手啊 你一骑上去 他不就知道了 就像 就像我们遇到一个女孩 只要稍一接触 我们就会知道 他到底是不是个好女孩 至于喜不喜欢她 那得更吃入的了解才不知道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个例子实在是太牵强了 再说我还忘了 你也是一个女的 不合适 太不合适了 应该换个说法 你怎么停下了 接着走啊 coaster 来 接着 哦 出发是的 好 是草草的吗 是啊 可是她更爱吃萝卜呀 如果你喂她的话 可以增加你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怎么又停下来了 接着走啊 哎呀 怎么还没回来呢 你以为第一天上马就会骑了 要是真这么简单 你早就会骑了 你不是说会摔马吗 我才不是 回来了回来了 是龙飞 她一个人回来呢 她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而且 但是也没有带修马车的师傅啊 会不会是她没有找到工匠啊 别研究了 她来了 哎人呢 什么人呢 修马车的人呢 还没来呢 啊 哎 你们几个在迎接我呢 臭梅 我们才不是等你呢 我们在等公主 嗯 嗯 公主呢 你们几个没陪着公主啊 龙公子啊 陪公主学骑马去了 什么 学骑马去了 嗯 太夸张了 你们以为我去找人来修马车 要花多长时间啊 啊 半年 一年 公主现在就急着去学骑马了 这太看不起我了 哎 他们回来了 唉 прошл recognize 今天有点子 你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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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拍照 你拍照 你拍照 你们都在看什么 还不快点帮我下马 我来 公主 行了 这样下马比较快 累死我了 没想到学骑马这么累啊 我的两条腿都很快 我都快酸死了 公主 骑马要用腿夹着马腹 当然会酸了 过两天就没事了 骑马 谁骑马 我是走路走酸的 我从头走到刚才 是啊 你们家的公主啊 走得不错 没错 当年公子也是这样教我骑马的 我让你找的人呢 人我是找到了 可是他们说要换轮轴 没办法跟我骑马回来 百元寺他们都知道 他们要赶车过来 只是得晚一点 嗯 那也只好等一等了 哎 大家都进去吧 哎 累死我了 真是好酸呢 看什么呀 公子 你改主意了 什么主意 凤衣公主啊 啊 公子 我去找凤衣公主了 免得有人来行刺 你改主意了 不是 你改主意的 啊 宋私 呀 你改主意了 你改主意了 行刺 我改主意了 你改主意了 我改主意了 你改主意了 没关系 老朽已经安排好了 我跟一通大师说了 站住一休 铁大人果然考虑周到 出门在外 不得不多做准备 公主有铁大人陪伴 真是省心不少 公子夸奖了 对了 公主在跟龙公子学骑马 不错 她那个倔强的个性 完全展露出来了 她要学骑马 一定能学成的 是 我看也是 以后就可以以马代步 不必再坐那个马车 对 那我呢 铁大人不是早就会骑马了 帮忙通报一下五子 就说孟非来找她 大胆 不可知乎将军名讳 你放心吧 她听见我的名字 高兴还来不及呢 放心去禀报 没有错的 过来 通过将军 是 是 小兄弟真的是你呀 我正急着找你们呢 老哥哥好久不见了 小妖王来的时候 我还想打听你们 可是没敢问 没想到 我念着念着 你就来了 是专程来找我的 是专程来找你的 不过 这次是为了王爷的事 那我们进账再说吧 好 原来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南平国的凤仪公主 跟王爷在一起 怪不得上回三言两语 就让南楚国退兵了 老哥哥 王爷交代我干什么 还让我派五十名精兵 和一名偏将跟你一起回去 是 不可能吧 给我看看 不用 我说得没错 老哥哥 我们之间 可是无话不说的吧 是啊 那好 我先说 说完了你再说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行行行 你先说 王爷辞去逍遥王的封号 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说完了 你说吧 我说我说什么啊 王爷现在已经不是王爷了 你怎么派军队给他呢 这个简单 打开看看 所以你还不会炫在这里 你想问他 真的吗 他可能是王爷 我现在是王爷 你位肯利 还是王爷 一是王爷 他没换 我就是王爷 给是王爷 不辞 那才是王爷 他 ATP 我也是王爷 不是王爷 是王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